狗狗 狗狗 天守 大神 安靜 天守 天守 好今天利用一點時間來分享 前陣子在網路上跟網友收購的兩把 踢開到新式刺刀 專門為國軍開發出來 並且經過測試的刺刀 不過 後來沒有被 軍方給採用 所以他是不屬於國軍的 列管管制品 那我們民間就可以 合法的持有他 那今天就是來做這兩款的分享 我相信也蠻多網友已經 都有採購這款刀也算是給他們一個支持啦 那這兩款刀真的是做的還不錯 而且非常有紀念價值 一款是 海軍陸戰隊版本的新式刺刀 以及 踢過腰 戰鬥步槍的新式多功能刺刀 那我這陣子也有在準備 就是有關於刺槍術啊 近戰格鬥術的戰術區的討論 會更深入的去 向大家來 解釋 為什麼現在網路上這麼多人在反彈刺槍術 而國軍 有透露出來這個近戰格鬥術 或者是國外正在使用了一些CQC的技術 到底是什麼 而且為什麼這麼重要 他是否能夠讓我們的士兵 真的位戰而訓 訓練出來的技能是能夠 貼合實戰 然後去應用 去 配合 包含我們的射擊 包含我們的 體能 包含我們的戰術 去結合 去進行一個 整合性的綜合訓練 那這個我之後會再 做影片來深論 那今天也是 很難得啦 就是 在工作室這邊坐著拍影片 之前都是站著 那因為今天就是 有要介紹一些物品 所以就是坐著會比較 方便一點這樣子 那可能有的人會問說 誒 刺刀為什麼要更新啊 不就 那個刺槍術要廢了 那刺刀幹嘛要留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念 我們不論是國外他們在進行CQC好了 就你的步槍如果今天 被敵人貼身貼到太近 無法施展的時候 手槍 是你一個近身防衛的一個非常好的武器 但 我們國軍的步兵普遍都沒有手槍 那刺刀就會是他的 另外一個選擇 今天如果進入空間 我們跟這個敵人貼的太近 導致我們步槍無法去對他 施展或者是撞擊的時候 這時候格鬥刀 使用你的弱手 去拔出格鬥刀 對他刺殺 是一個 最快速的做法 所以 刺刀的升級 對國軍來說 是 必然 必須的一條路 因為我們現在國軍 普遍都還是在使用 6K度的刺刀 他是仿M7的 他就是 長矛 他也不能夠做 太多的這個開封 因為 他這種 韌形就是 開封他就容易斷 他就是完全當作刺擊 而這個多功能刺刀 像M9 他就是 比如說他有什麼破壞剪的功能 他 可以割 他可以鋸 他的功能非常多元 他 既可以讓我們士兵在野外求生的時候 變成工具的一個用途 也能夠讓我們在 進行CQB戰鬥的時候有一個 防身 或者是 我們要直接跟 敵人進行LOBO的時候 可以當成格鬥刀來進行戰鬥 他在 格鬥的變化上 就會變得比較多元 而不會像說你那個 M7只能這樣 刺刺刺 或者是 反手刺 他可以有更多切化的 動作 所以 這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 更新刺刀 那關於這把刺刀的一些 租源部件我就不多做介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B工作室的介紹影片 那他這個刀鞘就是仿engel的 一樣是做一個妖掛的設計 然後都沒有磨刀石 一個硬殼的 刀鞘 拔起來也還好 要自己去多適應就 還好 那這把刺刀就上面有刻 中華民國罩 然後提供要戰鬥步槍多功能刺刀 基本上就是 剛剛所說的 他 前方的刀鋒 有開刃 然後有這個鋸齒狀 可以讓你去做這個割 鋸的動作 整體來講是非常漂亮 真的 看一下陸戰隊的版本 這把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棒 陸戰隊的版本就沒有這麼多那些雜物 他就比較偏向於 格鬥使用的 拔起來 比剛剛順一些 比剛剛這把順 而且 重量 也有差 感覺比較輕盈 感覺比較輕盈 好像真的是為了格鬥在設計的 那一樣刀背沒有開刃 開刃的範圍 一樣 都一樣 只是他的 他這把刀身比較長一點 長一點點而已 然後有這個流線型 真的是蠻帥的 而且上面有海路的LOGO 握把也 符合這個人體工學 很舒適 很緊實 所以這把我真的蠻喜歡的 不過你要作為格鬥的話就是有點 稍長了 如果再短一點 真的會 還不錯 那 這把是我腰瘋的格鬥刀啦 你看就是這麼小巧可愛 他就是專門為 CQB戰鬥使用的 CQC的一個 技術 格鬥刀 那你看長度就是 差了快一倍 因為今天我們可能 被敵人貼身纏鬥的時候 那距離是非常近的 所以我的刀刃要在 最短的行程之內 刺到他身體 所以需要 比較精巧一點 而且像這樣子的長度啊如果我加模擬條我也可以 結合在我的背心上 主手去控制你的槍 那我的 副手可以去控制格鬥刀刺殺 後方也一樣 所以 這個格鬥刀要 短小金幹也是一個 非常 重要的一個重點 然後 滿帥的吧 只是 槍的長度會變得 非常的長 好 再來是 陸戰隊刺刀 好 完美結合 好 好那這是這次的影片 就算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再見